他家的味不赖 你看经常往这来 经常给他这吃的羊鸡 羊鸡就吃了不赖 味儿选的 这羊鸡就吃了一碗再死我 一碗它是配出菜鸡 一样大锅再加了羊鸡就够吃了 哎呀选的很一会儿带劲 我今天住的这是多少个 一天是乐白柔和羊鸡 都是月儿柔的熟食 要不客人吃着 这里头用的淡沫还有这边去拿 然后客人吃了嘴里都不好吃 我从十八九岁都开始开货吃 开了七八年也是开了一身边 后来加盟人家干过牙干过饿 自己开始研究了菜鸡美羊鸡 研究了学习地儿少 学习了很 反正全国殖民的只要是超级店 我都过去学习 然后回来自己盲锁 前前后后九明三年吧 这是混合肉 有菜籽肉 大肉 鸡肉 萨拉肉 然后放的还有葱 酱 酱 香菜 还有洋葱 还有红萝卜 炸出来的油 好 好 加一拔 跟下来到 concentrated 盖数盖数盖数不用熟 小火 就是我 ��葱 破一个小时左右 whack火 就把那 disgust 这鸡子炸的紧晃紧晃的 这是刚才的炸鸡子又 这一会儿 菜筋没洋气 另混都给这 都给炸鸡子里边 都刚才咱炸鸡子那里 这是一个关键的 然后放花椒 这花椒是有配比的 三种花椒 三种花椒放在一块 然后用水泡一下 泡两个小时 这个辣椒也是两种辣椒配比 然后是蒸蒜还有点酱 放入炸好的鸡子 放啤酒主要是去香的 然后这个点是迷这条点 所有的点全部都用的这个点 所有的食材放在那边 碗料开大火 滚起来之后 关中火 在那边最大的特点 就是猪的时候不放咽 然后开始 在那边没有用任何化销用品 视频添加几度蒙的 全部都是炸鸡子 炸鸡子全部都是 炸鸡下鸡下鸡 就再炸鸡子 这鸡是一样的鸡 锅里分高的 这鸡子菜刚研究成功了 那半年吧 然后加县 可多人专门过来吃 就是呢 当年 广安加县最前面 广安据我所知 都出现了20多节 在车鸡里面的羊鸡 但是不到一年 全部倒闭完 因为它做不出来这个味 在可多呢 大出门 专门一天 一个最多时候 一个礼拜能来吃柿子 它就是尝着味 但是它尝了 它还是做不出来这个味 我也是融合了 隔房的特别 然后自己忙做事 这一道菜 我当时研究这一道菜 那时候 广安鸡子都用了 一千多只 一只鸡子做三次 那时候跟房源圈 那种厨师朋友们 还有跟那亲朋好友们 只要我跟人家打电话 一说 我让人家试鸡子吧 人家都不赖 头疼 因为吃得太虚太虚了 广安镇上一百多家饭店 要是广安镇上 人家不可能天天翻太 主要是周边的 吃着好吃了 经常来都变成老客户 如周又哥开始开本吃了 吃两回了 直接给人帮出这卡 天天说 兄弟来一家吃一顿饭 还比较够幼稚 好吃 非常好吃 可以 我 可在尝尝我爸 来一回 才重溜开了 经常给人家消费 这家羊鸡子做的 非常不错 吃的 我一般都是吃两个羊鸡 一般 别个大份 夹几个羊鸡子给我吃了的 我一会儿 吃的 好 我教你 我和你一会儿